哈喽大家好,我是Villa,她是Mocha 那今天呢这期视频大家看到我抱着Mocha就知道这是一个跟狗狗相关的视频 我们家Mocha现在已经6个月了,她两个多月的时候把她接过来 在这一段时间的养狗经历中我发现就是小狗狗的肠胃其实是一个非常脆弱的部分 像Mocha就经历过几次比较严重的腹泻 最近一次呢她出现了腹泻的情况连续了大概有两天的时间 就把她带她去看医生看急诊了 然后她不仅腹泻还出现了一点点发烧的情况 医生呢就给我们建议说给她吃一周的plain diet这样的饮食 什么叫plain diet呢 实际上就是用鸡肉跟米饭做成的饮食 医生说如果你们没有时间做这个饭呢 她就给我们开了一个处方的罐头 大概每一个罐头里面就是有一些肉 然后有一些米饭粒还有一些蔬菜这样子 然后Mocha吃了一周之后我就发现第一 她非常非常非常喜欢吃那个饭 就每次把那个罐头给她放过去之后 她就特别特别快的就能吃掉一大部分 因为她之前对狗粮其实没有那么的喜欢的 每次为她吃点饭可费劲了 后来发现换了那个罐头之后她就特别喜欢 于是我就开始在这方面做一些研究 发现就是给狗狗吃鲜食是一个现在比较流行的一个做法 鲜食也比狗粮要更有营养一些 并且很多医生都建议对于小狗狗 就是肠胃不太好的小狗狗来说 吃鲜食是一个更容易吸收也更好的一种方法 所以自此之后呢我就下了一个很大的决心 就是之后我都准备要给我们家莫卡做鲜食了 就是我们以后再也不吃狗粮了 那说了这么多 今天这个视频就在给大家介绍一下 我们家狗狗现在在吃的一个鲜食的食谱 其实是一个非常简单的食谱 像我们家莫卡这个体重 它现在大概是9磅左右 每次我准备一次能够它吃一周的时间 所以虽然是比吃狗粮要麻烦一些 但是能看到通过自己一点一点做出来的饭 能让狗狗吃的香 也是一个很有成就感的事情 我们家狗狗现在已经吃了一周的时间了 通过它的便便能看出一些变化 就是一是它吸收的会变得更好 它的便便的这个量会变得更少 频率也会变得更少 感觉它的肠胃对于鲜食的消化能力会变得更好 更不容易导致消化不良等情况 那说了这么多 我们就赶紧进入做饭的环节吧 现在就准备开始给它炒鲜食了 这边是有三cup切好的菠菜 这边呢是切碎的一根猪皮尼和两根胡萝卜 我这次选的肉是火鸡肉泥 然后就直接在trader就买的 然后它正好是一盒是一磅 我就买了三盒 这边还有二分之一cup的冻的青豆 然后我那边还做了一油二分之一cup的米饭 一会儿跟它一起炒 我们现在要加这个橄榄油 要加一tablespoon的 炒鲜蜜不鲜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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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现在就是早上起来 我们现在准备给Mocha准备早饭了 这是我之前做好的一份一份的 提前一晚上拿出来解冻 如果狗狗刚开始吃鲜食的话呢 可以帮它就是混一些 它之前吃的熟悉的狗粮在一起 这样帮助它的肠胃适应 这个基本上就是我们家狗一天的量 大概是一cup的这个鲜食 再加上半cup的这个狗粮 先把狗粮倒三分之一到这个碗里 好 差不多就是这么多 再取三分之一的这个米饭给它 这不光米饭 炒饭 这看着就行 可以加点金发火嘴 最重要的一步呢 就是把这个狗粮跟这个米饭拌匀一点 这样呢 它就不容易挑食 我们家现在狗还没有出现这种 把狗粮都挑出来 只把米饭吃了的情况 但是保不齐它以后会这样 所以拌得越好 让那个狗粮的味道 就是多渗入一些米饭的味道 到狗粮里越好 早餐就准备好了 我们现在就给我们家狗 看看什么反应 来 你这样 再这样 Let's go Let's go OK Island by b 你这样 给他冬天 你这样 我说 你这样 就知道 你这样 好了那以上呢 就是这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 如果你觉得这期视频 对你有所帮助的话 那别忘了帮我点一个赞 那我们就下期视频再见吧 拜拜